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2015年香港解款车被摔翻 珠宝航墙上出现神秘掌印离奇罪案陆续发生 一犯所用的武器竟是赤手空拳一时间 东方蜘蛛,香港人人自危 身怀爵士武功的情侣当内地专家孙浩与程秀华 应警方邀请协助调查 以张大出为首的四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沃西二战时日军一下之生化毒气 身体发生一扁,化身成所向披靡的变种罪犯 小人物Sani出身平凡从事充满戏剧性的职业 他阴差阳错获得生化力量 成了收拾变种罪犯的最大关键 变异后的Sani同时吸引了警方 与魅力十足却情怒坎坷的美女主播Angel的注意 机会主义者Angel更利用Sani对她的好感 令自己陷入危机的事业东山再起 并成功塑造出Sani性侠仗义 锄墙扶弱的城市英雄形象 英雄梦中的Sani中遭到大出等人的伏击 因为孙浩的大义与轻敌使秀华不幸离去 孙浩痛定思痛未完成秀华的遗嘱 而训练Sani准确运用其无限潜力 另一边,Angel对自己为名利 不需代价连累生灵涂炭而深感悔恨 决意跟警方合作以自身为诱饵引出大出 却渐渐与Sani产生感情 最终孙浩与其中一个变异人同归于尽 Sani也杀死了张大出 Sani与Angel最终相爱了 好了,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先详! 都在视频的政策 见相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